中国女排乘坐的航班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15分左右降落, 四个小时之后,女排队员和教练终于出现在机场大厅。 但是由于日方的要求,女排团队不允许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或者接触其他人。 实际上,在落地之后,中国女排人员立刻按流程进行了核酸检测并且等待结果。 女排没有乘坐包机,而且是在大部分同机乘客之后踩下飞机。 这次在日本参赛的中国女排队员总共15人。 根据女排在启程前对媒体的介绍,提前一周抵达日本, 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场馆和比赛环境,另外也安排了和日方的教学比赛。 成年机场李志鲜和奥运会相关的标志其实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提醒人们, 东京是一座要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而中国女排抵达的这一天,东京因为疫情蔓延第三次进入紧急事态。 其实和奥运会相关的测试赛相继举行对于奥运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是很多安排还是在不断地调整。 测试赛是梳理防疫对策和运营课题的重要机会, 原计划在4月下旬到5月集中进行。 定于5月1号、2号进行的奥运会排球测试赛原本已经售票, 允许观众到现场观看, 但是因为紧急事态宣言的发布, 临时改为无观众进行。 原定5月9号进行的田径测试赛也将采取无观众形式。 花样游泳测试赛计划延期到临近奥运会开幕的7月才进行。 而奥运会的选手防疫手册还会再出更新版, 奥运会能不能有现场观众仍是个问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